我终于得到了太上老军的三位中火了 有了它我就可以炼制出最强的制装武器了 我想想该做一把什么武器好呢 干脆做一把远程武器吧 这样下次屠龙的时候就方便许多了 我的眩晕弓终于制装完成了 让我们来试试这把弓的手感怎么样 这这这什么情况 停一下别射了 怎么停不下来啊 这把弓怎么不停我的控制啊 哈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阿姨默的白宝箱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装备模组 Artifact Workshop 翻译过来就是神器工坊 这款模子中增加了各种各样的玄幻武器 有青龙夜月刀 轩辕剑 屠龙刀等等等等 这些武器放在其他游戏里面 那可都是神器啊 那它们在我的世界中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呢 在这款模子中新增加了一种矿石 它的名字叫做玄铁矿 当我们开采玄铁矿以后 就会获得一个玄铁材料 我们可以用两块玄铁和一根木棍 制作出神器玄铁剑 要比钻石剑优秀 它拥有13点攻击伤害 不仅如此啊 我们还可以把玄铁剑升级为另一把神器 轩辕剑 轩辕剑拥有104点的攻击伤害 伤害直接爆表 不过我们想要将玄铁剑升级成轩辕剑的话 可能会比较困难 因为升级材料呢 需要用到四块基岩 小伙伴们可以搭配其他能在生存模式下 获得基岩的那种模组 来升级玄铁剑 下一个登场的道具 那可就厉害了 没错 我手上的这把就是屠龙刀 不过这把屠龙刀的模型 也太搞笑了吧 居然把武器特效一起给抠下来了 不过长相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这把刀的属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用来打打怪什么的 那还是绰绰有余 怎么样小伙伴们 我有屠龙宝刀在手 是兄弟 就来扛我吧 下一个武器呢 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听说过 它的名字呢 叫做青龙艳月刀 这可是三国演义里面关于所使用的武器 但是这把刀的模型 是不是又翻车了呀 怎么会才这么小一个 不认识的人还以为这是一把镰刀呢 最后要登场的武器 是轩缘弓 轩缘弓是用模组中的新材料 三味蒸火和烈焰棒合成的 当我们将这把弓拿在手上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射出箭矢 而且是以一秒十发箭的速度疯狂射击 射速比全自动步枪还要快 根本都停不下来 根据模组介绍上面说 这时模组作者在制作模组的过程中 不小心按错了一行代码 所以才有了这个奇葩的效果 我的个鬼鬼 我还真是背负这个作者 这样也能让你做出一个神器来 真是个人才 好了小伙伴们 如果你对这款模组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去下载下来试一试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拜拜咯 by bwd6